屏東潮州鎮有一間洗車行 全出老闆被顧客攻擊受傷 嚇壞了民眾 原本以為又是隨機傷人 但警方初步調查 雙方是親戚 警方趕到現場 把這個鬧事的蔡信男子壓制在地 而另一邊就戶人員 是趕緊替受傷的洗車行老闆包扎 那麼警方調查發現了 整起衝突會發生 其因疑似就是因為家庭糾紛 事發當天 蔡信男子跑到洗車行 要找老闆理論 過程當中雙方爆發拉扯 導致老闆四肢擦措傷 而事發之後 這個蔡信男子被強制送醫 整起事故的詳細原因 現在都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離奇